不复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语篇里面将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 也举了不少的例子说明这个理念的意因果报 又引了一记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怎样与朋友相处 这一段经文不多 实实在在是我们必须要记住 而且要落实 所以人处朋友 彼此皆有五四 儒家 发抵教育 重视冷场 中国人家的五伦 夫妇 父子 兄弟 朋友 君臣 所以 所以朋友 在五伦之中 跟我们本身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何能够尽 如何能够尽朋友的道义 佛给我们说明 佛给我们说了五伦之许 第一呢 彼此 彼此若作物业当地相劝职 所以朋友 有互相归过的义务 如果看到朋友 做错事情 不说 这就不够朋友 这不是朋友 但是 规劝 有理 所以一定要守理 懂得理解 归过 归过 绝不当第三者之命 私下全面 这是朋友 这个父母的教诲 可以当兄弟姐妹 众人一起教诲 这个是 努力自己的子弟 而有外人呢 父母也不会说 总是要顾及 儿女的情面 老师教学生 同学 在同学当中 可以说 为什么 我们是同学 老师不是教我一个人 是教所有的学生 但是朋友 但是朋友不可以 朋友只能够私下归学 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 地上圈子 相互的 我自己有了故事 我的朋友 会帮助我 劝勉我 提醒我 我也要帮助我的朋友 特别是在佛法里头 佛法 真正明了 因果通三世 所以规劝比什么都重要 造业念悟 好像眼前觉得无所谓 将来的后果 不堪设想 世间人对这些私立 不明白 我们自己要清楚 要明了 我吸气很重 论语上讲 论语是恐怖子说 朋友素思素意 所以在现在 比什么都困难 劝顾不能超过三次 三次以上 那就变成误人了 素语 不但素语 还结了冤仇 那么由此可知 世间最难的事情 人情 所以做事难 做人更难 真正通情大理 在儒家 成为君子 真正的通达人情 道理 通情大理 道究竟 这是圣人 在我们佛法称 佛菩萨 我们今天一生的罪业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都不善 佛菩萨 为什么不来归劝我们 为什么不能再教导我们 我们自己想一想 佛菩萨来教导我们 我们能接受 不能接受啊 三遍一上就厌烦了 也怕佛菩萨看作冤家了 所以佛菩萨慈悲不来 不来是慈悲 给你保持好关系 不要好朋友变成冤家 给你苏远 等到你真的觉悟了 真的想回头了 六道里都吃尽了苦头 有一念 觉悟 一念回头 那好朋友就又来了 祝佛菩萨这种做法 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 不听忠告 不听善言 暂时离开 一定要等他了 想回头了 再接近 这是感应道教的大道理 这是鬼谷 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 第二条呢 彼此若有难 彼此若有难 疾当看顾挑之 我们遭遇到困难 学人帮助的时候 这时候朋友有义务 应当要帮助 其次有疾病 疾病做朋友一定要照顾 也要尽心尽力 帮助他寻求良意 帮助他调理 可是现代的社会 确确实是太难 太难 古人讲的 天下大乱 究竟乱在哪里 我们一般人讲 社会没有秩序 社会治安不好 人与人没有善意往来 充满了欺诈 深入一层 我们没有观察到 深入一层的观察 伦长道德破坏了 父子不轻 朋友不信了 夫妻无意了 真还得了吗 这真真正乱了 稍稍不如意 马上就翻脸 这乱世 太平盛世 绝对不会有这种气息 那么我们想想 治乱的根源在哪里 在教育 现在大家 不讲古圣先贤的教育 不但是一气 还要极力 把它消灭 这也翻肠 组传里头有句话说 人气场 怎妖心 气场 放弃 轮场 放弃 轮场 这个社会 就是妖魔鬼怪 佛家 佛家讲 十法界 十法界里面又有十法界 每一个法界都居出十法界 对话说得好吗 天眼台大师 在法华经里面 发明的 不解千如 就从这个意思 发挥 人要能接受圣先贤教育 人中的天人 人中的佛菩萨 人如果学气圣先的教育 人间的墨鬼 人间的畜生 人间的狱人 人间的妖魔鬼怪 关键都在教育 所以释迦摩尼弗 学气 所有的行业 从事与教学的工作 一切祝福如来 都作私实现 我们才晓得 这个事情 是世出世间 第一等大事业 佛所做的 世出世间 第一等大事业 别人不能做的 别人做不到的 别人做不好的 他来做 我们要能体会得到 我们今天发心学佛 做佛的弟子 蓄佛会灭 在这个时代 担当起如来家业 如来的家业 就是教学 如何帮助众生 真正知悟 这是如来家的死 所以朋友有困难 朋友有疾病 就跟自己有难 自己有病 一样 全心全力去照顾 要有善巧方便 要有智慧 这个里头 所用的方法 很多 很多 历史 很多 了凡私讯里头 也讲到 如果朋友 卧吸气 太严重 用卧的手段 来对待他 希望他多受一点苦难 多受一点折磨 最后他成就了 这也是对待朋友之道 等到他救了之后 才感激 把这个朋友 不受卧意 成就 卧吸气 有时候实在难开 养成习惯 所以这个教学 一定是在同年 中年以上 没有办法教了 也没有办法劝了 为什么 已经养成习惯 说了他自己想不想改 想改 想改也改不掉 没有能力 克服自己的习惯 这是凡夫啊 闻过能改 有勇气 有决心 有毅力 克服自己义气 这个人不是凡人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无论是施法 是佛法 有大成就的人 多半是这种人 克吉佛理 圣先君子 在佛法里 佛菩萨 第三 彼此 有家坏语 不得为人说 这是家里面 有些不好听的话 家丑 不可外扬 朋友 有一些 恶心 可以归训 不可以对外人说 我们看看佛所讲的这几条 现在这个社会 朋友之间 几乎完全都违背了 四者 当过相敬叹 不断往来 不得济月 一定要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常常往来 既恩不既悦 尤其说 新交的朋友 佛法里面唱书 直论现行 不论以往 他以往做了些坏事 悟行 但他今天 他回头了 他救了 中国业余常讲 浪子回头 经不换 年轻舍不懂事 造作许许多多 我业 只要他能够接受 圣贤的教诲 喜欢听经 能够信解 能够奉行 他就是好人 善道大四 讲得好 欲语言不同 过去没有遇到善知识 遇到些恶知识 人 决定大多数 都是不定性 不定性的 所谓是 近朱者赤 静默者黑 跟来来的朋友 往来 他就学 学样子 回头就好 哪个人没有过世 人非圣贤 殊能无故 你不是圣贤 人再来的吗 决定也过世 回头就好 祖师大德 往往都 做这些事件 我们敬重的祖师 祖师最佩服的 欧耶大四 印光大四 年轻的时候 都爆发 这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 那都是佛菩萨再来的 给我们做实现 年轻的时候 度乳术 排斥复法 到以后 接触 听到了 后悔 忏悔 改过自省 而成为佛家 一代祖师 那么看看他 这个二十岁 前后 那我们在现在眼睛看 那是母 反对人修佛的 为什么会反对呢 这是他实现 今天社会上 多少人反对佛法 为什么反对 没有接触过 不知道佛法 学会什么数学 只是听别人说 人缘一缘 人家说他是迷信 我们跟着说迷信 人家说他消极 我们以为他真的是消极 没有接触过 没有接触过 纵然接触到 我们知道 佛家的经典 最晚 也是南宋时候 我记得 虽然翻经的一些法词 已经用最前线的文字来翻 是那个时候最前线的文字 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 还依旧还有困难 后宽 佛在大经上 明白告诉我们 佛法无人说 虽知不能解 要想理解 要想理解佛法 一定要选知 有人给你讲解 帮助你学佛 帮助你读尽 你才会懂得 我们现在学佛明白 我们有义务 帮助我们的朋友 把佛法介绍给他 以善巧方便 消除他的疑惑 世出世间 神仙都交给我 我们只记人家的恩德 绝不记冤恨 我们知道 恩德是真实感情的流露 冤恨都是种种误会 不是真的 何必把它放在心上 第五 这是讲共财 彼此平复不等 当用福记 不得互相诽谤 人在世纪 由于过去深重 修的因不一样 所以决定不是平等 那么有财富的 要懂得帮助朋友 常常周记他 扶持他 决定不能毁谤 不可以轻慢 这是教给我们的 与朋友往来之道 与这个相反 就是狂住无事 帮助同学 朋友 在儒家家 同学 叫保 同志 所以油比蓬要轻得多 油是同志 智趣相同 蓬是同学 同学不一定智趣相同 在无人之内 一定要懂得 决定不能够 欺慌 欺慌不可以 我说佛 你就要从这些地方 落实 从这些地方 学起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所谓